各位平安 平安 我們上個主任有四位 受洗貴主今天有六位 我們新年新生命 再次公醫重量給神好不好 好 剛才兩位上台做見證 其他的沒做見證也在周報裡面 像很小紅姊妹和風建中弟兄 最近講 所以我會講得很短 大家不要擔心啊 尤其風建中弟兄 已經講到洗禮意義 還有盛餐意義 都給他講 覺得我還講什麼呢 我也不是不會笑 別放不笑心裡偷笑 中國人受洗 不偷笑都不行 剛才他們都做了見證 每個受洗的弟兄姊妹都會寫見證 我就繼續樓台 有機會先看這些見證 見證中普遍都提到 我們也都聽到 也都看到 神給他們的祝福 有的說 信主以後 神給了他怎樣的祝福 有的人甚至說 在認識神之前 他已經得到神的恩禮 我有時候也會問他們一些問題 給他們提一些意見 比如為什麼一定要信耶穌啊 如果神沒有給你成就這件事 你還會信他嗎 信耶穌得到祝福就是移民成功 生意順利 並得一致 這位的好處嗎 我時常會問他們這樣一些問題 我當然不否認這些都是福氣 可是很多不信主的人也得到了這些啊 你們要想到呢 可能不信主的人得到的反而更多的時候 到底信主和不信根本的區別在哪裡 有根本的區別嗎 有嗎 不信主的人也得好處 信主的人也得好處 這是他得了更多 有好有區別嗎 這是我時常會問 弟兄姊妹的問題 我想四篇三十二篇 第一節就給了我們一個答案 而今天下午就用這一節經文 來與大家 今天每一位受洗弟兄姊妹來共勉 我們先一起廊告 親愛天父 感謝你賜給我們生命的信息 更感謝你道成肉身來拯救我們 此時此刻我求聖靈 在保守孩子口中所出的一切話 都能夠公耀主人 也求聖靈在這個會堂中大大運行 來光照我們 賜給我們 讓我們能夠謙卑順服 明白主的心意 奉耶穌的名祷告 明白 什麼是有福這個話題 實際上已經不是一次講的到 世人的答案 當然是五花八門了 有一些對 是不是有福 什麼是福 這看法還完全相反 讓我們都知道 比如說先說錢 如今如果誰還說錢都是祝福 那就給人土豪了 而且呢 很多人也可以舉出 不少的例子 說某某某 因為這個發財家破人 可是世人還是不斷地堆入金錢 到底金錢和幸福有沒有關係呢 他還出問題以前問過大家 大家也知道說你沒有 如果說沒有關係錢就得給我 所以我不問了 還有人認為妻妾成群是福 不然的話 皇帝 有莫大權利的那個人 他就不會 要那麼多 被子 對不對 貪官 他也不需要那麼多 二兩三男 可是對另外一些人 一個太太就 已經 太多了 我不是說的我了 有人認為有一個好的居住環境很幸福 西西蘭大家都知道 經常入選最宜居城市前十名 對不對 前不久 還有一個 拉尬第十名 第十名很了不起啊 全世界有那麼多的城市 所以在座的各位應該都是還有福的吧 國內來旅遊的同學 不止一次地跟我說 他說你們在西西蘭真幸福啊 吃東西放心 氣候依然 空氣清晰 我說你可以移民啊 他說也不一定要移民吧 我家吃的食品 要麼是進口 要麼是請人 在自己家的農場 動 比你們的還安全 我呼吸的空氣 我們家都是進化過的 那個純淨指標 比新西蘭還高 我說是啊 你們是比我們有福 連呼吸空氣都不用開窗 我說不用開 窗外全是無感的空氣 不管怎麼說 住在哪個地方更幸福 其實還真不一定 我負責不承認 總之什麼是有福 是一個讓人困惑的問題 難道幸福就是要滿足人 滿足我的一些欲望嗎 應該不是 因為即使一時的欲望得到滿足 每個人都這樣 有這樣的體會 那個幸福好像又不見了 什麼是有福 人找不到確定的答案 福英文是happy happiness 那個字跟have的意思是機會 學點英文啊 這提醒我們 人世間的幸福是依賴機會 會不會變遷 此生活可以給 也可以把它奪走 你昨天去外鋪抓螃蟹 可能很幸福 但是今天被人罵 在這個地方爛丟豬頭 豬頭和這個雞骨架 可能你就說 這個是種族歧視啊 你不幸福啊 當然如果 對於那個被海浪远走 在裡面能夠醒過來的那個年輕人來說 還有他的家人 就更不幸福可言了 所以什麼是福 找不到確其答案 一點兒都不奇怪 因為他回來 就不確定 世人終身都在追求飄忽不定的東西 讓大家有沒有想過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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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麼的傻啊 傻不傻啊 累不累啊 追尋一個飄忽不定的 根本抓不到的東西 現在輪到大家了 現在輪到大家了 有沒有可以抓得住 永遠不變的福呢 請回答 誰可以回答 還是 在座的基督徒應該都可以回答的 你如果不回答 我就帶你回答 當然 信不信耶穌有福啊 這一生最美的福 對不對 後面的 不用唱啊 信靠的耶穌代表 都說有福 那這個福 到底是什麼呢 答案就是今天的經文 當然大家也都知道 得赦免其貨 之外其罪的 這人是有福的 我們基督徒一定要非常清楚 信耶穌 得到的福 就是罪得赦免 不是其他的任何東西 罪得赦免 我們信耶穌所得到的 剛剛受洗的弟兄姊妹 你們都是 罪得赦免的人 當然 不錯 我們都承認信不厚 我們可能會 得到一些看得見摸得著的祝福 比如說 喜樂啦 比如說因得喜樂 也許我們會比別人更健康一些啦 當然我就很健康從來不看病了 當然我才誇口啊 靠神 也可能 神會給我們更多的智慧 讓我們有的力去改變我們的生活條件 當然更可能 神會在我們身上行一些神蹟 讓我們辦事 得快順利 剛才見證書大家也聽到 這些改變其實都非常表面 與世人根本就沒有任何不同 不知道大家想說 沒有不同 我敢這樣說 沒有任何不同 因為世人 也可以得到這些東西 他沒有我們這個神 他可以得到這些東西嗎 我們都知道 我們看過我們周圍不信神的人 他們也得到了 世人也可以辦事很順利呀 甚至比我還順利 比你還順利 比基督徒還順利 因此 如果 信耶穌是為了得 短暫的 會變的福分 當面臨困苦災難的時候 你一定會心會意了 有什麼 你會懷疑你所信的 這樣的信仰 大錯特錯 跟拜菩薩 沒有任何良樣 我認為華人非常聪明 至少比英國人聪明 這個是我從福這個字發現的 我的發現 我剛剛說過 英文裡面的那個happiness 與機會有關 我華人的福 右邊是一口甜 對不對 左邊是 神 左邊是神 合起來就是 人的生活裡有的神 就是福 華人的祖先 我們的祖先 太偉大 有人不要說 耶穌是西方的神 這個人太不懂中國文化了 我說耶穌也是我們華人的神 那是所有人的神 所有人的救主 生命中有的神 就是我們所說的 信耶穌 與不信人的最大區別 剛才已經說過 罪得色 我們因此同生得救 我們成為神的兒女 這是何能福分 這個福完全不受機遇環境的變化而改變 正如主耶穌所說 這幾個沒有人可以奪去 這個福是寶藏痛苦 損失和患難之後 仍有的福 連死都不能把它奪去 它不同於世界上的福 它是永久的福 因為這個福 藏在永恆的耶穌基督裡面 最近有第五次那段話 寫得很好 但是 只是我們進一步思考 讀一下 很多數人都看過 如果你的生活 以金錢為中心 會活得很苦 愛你為中心 會活得很累 愛情為中心 會活得很傷 以基督為中心 會活得很差 以世界為中心 會活得很忙 以權力為中心 會活得很慘 以世界為中心 會活得很痛 以攀比為中心 會活得很苦 如果以寬人為中心 會活得很幸福 以知足為中心 會活得很快 以感恩為中心 會活得很善良 很有道理對吧 仔細想過嗎 真正精彩 這段話上面 為富 理想 很豐滿 現實 很不敢 很不敢 是啊 說得很好 可是 能做到 我能做到 誰敢說 誰能做到 誰可以做到 以快容 知足感恩為中心 我不知道這段話 作者是不是基督徒 我想可能不是 如果是基督徒 他不會這樣寫 因為我們人做不到 以寬容 感恩 知足為中心 而耶穌 他已經幫我們做到 他在十字架上幫我們做到 我們只需要接受他 接受他給我們這個恩典 離開神 人 罪惡的本性決定 我們不可能 以知足感恩 寬容的中心 我們只能活在 以金錢 兒女 嫉妒 事業 全力世界盼米 為中心的生活當中 你承認嗎 我承認 即使我們有寬容 知足感恩的意願 也很難做到 正如保羅所說 立志為善 有得 可是 心出來 有不得 得受免其或遮蓋其罪的 這人是有福的 這句話的禁 一部含義是 真正的福是神的恩典 在神的手中 人無法自己得到 你怎麼努力 他自己都得不到 因為 只有神可以赦罪 對不對 很多福音書都知道 只有神可以赦罪 耶穌基督已經在十字架上 用保險 遮蓋了我們的罪 剛剛說起的弟母之妹 我們得到了 罪得赦典的恩典 我們要一起思考 尤其 十三個禮拜 這個禮拜 說起的弟母之妹 我們要思考 這是不是說 我們今後 可以為首欲為了呢 罪得盛免了嗎 恰恰相反 因為報告 早就在羅馬書第六章說過 我們可以 人在罪中 叫恩典顯多嗎 斷不可 我們在罪上死的人 岂可人在罪中活著呢 岂不知 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 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 所以我們借著洗禮歸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來是教我們一舉一動 有心生的樣子 像基督借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 我們是復活的人 我們都能夠在像死去的老五 一樣的活著 因為他不活了 他已經死了 敵人 當他認識到自己的軟弱和敗壞 認識到自己是一個無力自把的罪人 順著謙卑的心 來到上海面前 接受神的恩典 恳求救助的怜悯 赦免和拯救的時候 神就賜他 信聖明 聖明就會與他同在 讓他能夠逐步活出 新生命的樣子 這個世界的所有的部分 都是相對的 暫時的 唯有 認罪悔改 罪得赦免 是永恆的 但是這個 只有我們的真人神 耶穌可以給你 盼望 我們每個人都能成為 這個世界的光合一人 讓別人看到我的時候 他就願意去認識耶穌 讓更多的人可以跟我們一起分享 所以 得赦免 這個好 好 是福分 我們一起來祷告 天父我們感謝 你賜給我們的救恩 使我們有罪得赦免的福氣 我們在這裡祈求 耶穌基督的恩倦與祝福 在新的一年裡 豐豐富富地賜給 在新年受洗的 這十位弟弟姊妹 和我們在座的 每一位會友 讓這裡的每一個人 每一個家庭 我們不僅生活上沒有缺乏 我們更在靈裡 有耶穌同在 我們願意謙卑順服在 主的寶座前 求主赦免我們 竭盡我們 讓每個人都能夠依靠 主來過我們每一天的生活 奉耶穌的命祂告 耶穌基督 每個人都能夠依靠 我們未來的兩位 我們會想到 祝福祂 祝福祂 祝福祂